- 欢迎! - 哈啰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我是Doris - 我是李欧! - 那台股呢这两天啊,跌了很多啊 - 是不是很多人都问你说我要怎么办 - 好,怎么办 千错万错都是Doris的错 - 又我的错了! - 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 - Doris就一直告诉我,有没有看到我的熊 - 对 - 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 熊在这里啊!对不起 - 挺可爱,对! - 一直熊 就是因为你把熊熊当成吊饰 挂在身上 所以台北股市才会一直跌啊 我真的带了两天 对所以你看 来我们看一下这画面 台北股市两天就跌了 快500点 所以你说这不是你的错吗 你挂两天熊熊 他就给你跌500点 是吧 对 没错吧 对 导播可以认同吧 对不对 好 好那接下来 你来告诉大家 好 到底该如何操作 我先离场了 明天会耐牛 对 明天会耐牛 你有看到我耐牛吗 明天是礼拜五 是 好 那我们从国际股市来看 明明NVIDIA昨天还是大涨 对 还是创历史高 是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相关的股票都没有大涨 甚至于还往下走跌呢 嗯 其实美国也只有NVIDIA在大涨 在创历史高 是 其他相关的AI概念股都是往下走跌的 好 所以你看到 灰达能够涨主要的原因 我研判是因为市场在期待 期待什么 Computex 不是 期待它一拆时 嗯 变便宜了 是 你看一下 包含像美国这个散热 水冷散热的领导厂商 叫Vertif 嗯 昨天跌 对 然后Super Micro 然后昨天跌4% 是 超微跌3.77% 是 Intel跌2.99% 嗯 TSM 台湾的台积电ADR 跌3.18% 嗯 换句话说 所有的AI股 昨天全军覆没 对 只剩下NVIDIA在涨 是 在创历史高 是 也就是说 大家在期待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嗯 开始 有点失灵 对 开始有点失灵 因为股票涨多了 是 自然而然就会有卖压 嗯 那全市场的人都在期待 台北国际电脑展 是 不是全市场哦 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期待 那 请问你会因为台北国际电脑展展出很多好东西 在那6月4号 5号 6号 7号 这几天 进场All in 大买股票吗 不会 还是在两个月前 跟我们一样 是 对不对 对 领先市场 进场做固剧 没错 对不对 不会 你不会等到电脑展开始了 才进场买股票吧 不可能 不会吧 对 所有的人都买好了 就是在等台北国际电脑展 嗯 好 这个逻辑大家可以很清楚吧 是 那你说新闻看到很多利多 没错啊 对 正常嘛 对 台北国际电脑展 这么多的大人物 嗯 世界级的来台湾 当然要大肆报道啊 相关的公司一定会一直出新闻出利多啊 嗯 好 所以你看灰达创新高 苹果直逼啊 市值直逼苹果 嗯 就代表说 它的这个股价一直涨嘛 对 好 产业地位 电力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是 当然AI的趋势 是一个长线的 只是说短线股价真的涨多 对 当然像受惠 WWDC 双A 是 有没有 这个 AI Apple 嗯 全部都是受惠在这个AI的题材 是 所以很多相关的概念个股很多 就成为市场瞩目的一个焦点吧 外资也在讨论 然后这个国内的法人也在讨论 对 然后Computex 他说AIPC 是 然后AI手机 是 然后明星股一大堆嘛 对 而且不管是外资它的平等或是看法 各家外资都看好未来 比如说2025 2026 2027年 越来越好 对 但是 股价有没有先涨 没有 有啦 股价对你先涨 涨很多了 是 再来你看到美超委 他在推这个新的液冷产品 嗯 他说会减少市城的能耗 是 确实啊 这是事实 嗯 但是大盘为什么中错 对啊 跌298 是 成交量有放大吗 没有 代表着市场在观望 是 等待 嗯 好 那我们从大盘开始看 大盘 两天跌500点 对 你看到 昨天一根K棒 把前两天的K棒吃掉 嗯 今天这根再跌下来 把前面123456 是 全部吃掉 嗯 但是为什么成交量只有4176亿 对 因为股票一跌下来的时候 大盘一跌下来的时候 是 大部分的人第一时间都在 你看我 我看你 在观望 嗯 因为他们都在期待 等什么 等台北国际电脑涨 哦 所以他觉得应该还要再往上 是 当然台北股市多头的架构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改变 嗯 可是股价涨多 本来就会拉回 是 本来就会修正 是 可是我们看到昨天 嗯 5月29号 这是期货 小台的这个 散户的指标 是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多空比 突然散户大举做多 有 有没有发现 跟4月 嗯 当时的情境 有一点点的类似 有 平常我很少讲这张图 对 这个是在关键的时候 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在Telegram上面 每天都有分享 大家可以去加我们的Telegram 好 很明显的 昨天就出现了散户做多 嗯 有没有这么准 昨天散户一做多 今天又跌快300点 是 好 最近的股票真的会难做了 对 你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像这个夏都 昨天涨停嘛 是 最近不是讲光光吗 对 结果 昨天涨停 今天就打 跌停 嗯 落差很大 是 轮动速度很快 是 腐性 嗯 昨天涨停 今天就直接打跌停 对 所以现阶段的股票操作难度 变大 高 而且速度会变快 嗯 不只小型股啊 强势股啊 强势股 连大型股 嗯 台积电 是不是NVIDIA的好朋友 对 最直接的嘛 对 因为台积电帮挥达代工 嗯 GPU的晶片 是 那为什么NVIDIA昨天还在创历史高 嗯 台积电 几根K棒 四根 1234 是 都是黑K 嗯 而且要回测月线的位置 对 非常接近月线哦 嗯 好 红海 这连续三天都是黑K棒 是 而且红海也接近月线的位置 嗯 台北股市最大的两大全职王 对 都出现这种走势 对 难怪大盘会走弱 嗯 大家很期待 是 台北国际电脑展 期待黄仁勋出现 嗯 期待黄仁勋去逛 他们的摊位 嗯 对不对 但是在逛摊位 在逛这些科技大厂摊位之前 他们先去逛了夜市 是 史上第一招 嗯 台积电的 这个钱董做嘛 这张忠勋 是 跟这个黄仁勋 还有逛 打了零百里 嗯 一起逛夜市 嗯 结果 张忠勋说他从来没逛过夜市 啊 他没有逛过夜市 他说是黄仁勋叫他去的 是 你看 他们逛夜市是带有关系很好 对 那为什么股票 连续四天黑K棒 跟这个没关系 所以啦 是 其他不相干的 二线的 趁热度的 嗯 水冷散热 这一波挡很多的 急冒 做水箱的 是 开始 他就修正了 对 间谍7.62% 嗯 齐阳 跌停 昨天涨平 嗯 今天跌停 是 他也是二线的 嗯 他是做静默式散热的 嗯 有没有 有 直接打跌停 来跟大家分享 昨天我是不是说 这个广运 创下历史高 有 那我们的买点 我们是买在全市场 最低 第一跟最低嘛 对 2月15号 58.5到60 是 然后4月17号 买在79 80 嗯 4月19号 那时候 以色列跟伊朗 发生了冲突 嗯 大家还一度以为说 会不会爆发 另一波新的大战 就像俄乌战争 或者像这个 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一样 打一个持久战 嗯 当下我们就赌牌综艺 说 这个是今年的 最后买点 嗯 短期利空 是 当时 台北股市下跌超过1000点 广运 不但没跌还涨 还红的 嗯 我们买84 是 85 后来又跌回84 85 我们又买 嗯嗯嗯 昨天创下 历史高 133块 是 但是呢 昨天的走法是 杀低 有没有 早上先开钢嘛 杀低 他是先杀多单 是 杀破平盘 很多人觉得说 这完蛋了 嗯 这个是不是要跌了 对 去放空 又空 又给你嘎起来 是 嘎空嘛 是 当你前面空单被迫回补之后 嗯 他又跌下来 嗯 又杀多 是 很明显的 这代表说 有那种比较强大的人 嗯嗯 这个有大量的这个单子 嗯 他在做调节 哦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 有差吗 没有 没有差 因为我们成本非常低 对 我们不会去追股票 嗯 这就是我们家族成员操作股票 跟其他人 跟你在看节目 不是我们会员最大差异 嗯嗯 因为我们买在底部嘛 对 我们不会去追超过86块 87块 88块 90块 以上的 是 那有的人他看好 他就会去买100 110 甚至120 130都还在追 是 所以他只要看到股票震荡 嗯 他就很恐慌 对 就很看 很害怕 所以昨天如果你没有来找我们 嗯 然后没有填表单 然后了解说到底该如何操作的 是 你看一下今天 今天 网运开盘开低 嗯嗯 收盘跌4.7% 是 今天 最低来到111元 嗯 收最低 对 今天收盘收11.5 是 几乎是最低 是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记住 嗯 这个股票要买就要买在起涨点 是 好 那广运这个是K线图 是 昨天创高嘛 今天打下来这根K棒 等于说两天就套住前面1 2 3 4 4天的筹码 是 而且前面的量都蛮大的哦 嗯 嗯 那接下来如果你手上还是有这样的股票 或者是你手上有其他的水冷散热相关的股票 嗯嗯 或者是其他的ODM伺服器的组装厂 是 相关的概念股 在国际电脑展之前 嗯 到底要如何操作 是 是应该要等待拉高跟着出 嗯 还是说 他可能后面没有高点 就一路会往下走跌 是 要如何操作 嗯 把握机会 一定要在这个礼拜之前 是 赶快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 好 我会带你 进一步的做处置跟操作 没问题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个参考咯 想要知道六七八月 要助手股票的人 一定要拨打电话 进来 0277251500 或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 另外还要记得加入老师的like 还有telegram 然后扫描老师的QR Code 加入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 股民当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嗯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